冰冠琴 拯救他 一點絕一點絕 超級妙 超級妙的 拯救你 不要殺他 不要殺他 蛤 不要殺他 殺了他 你的一點絕就沒衣啦 是嗎 因為他就帶不回去給大家吃啊 對啊 你要問他說 欸你吃過沒 沒吃 吃 啊吃過就 啊唸衣 回去好了 他就不會帶你走吧 不會他 就直接拿一點絕去餵他 你就盤他 你要盤他 你這個嘴巴 餘角 感覺是 是炸雞 不是一根絕 我懷疑你沒吃過 你吃一分的死定了 我晚上幫你打死 歡迎來到桌遊辦飯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好 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是 大溪步之路2版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遺憾的要向大家宣布 我們有成員異動 嗯 成員異動 有一位成員 暫時去異世界 轉身到異世界 轉身到異世界的他 聽起來好爽 認真念書想考上 異世界大學 異世界大學 可能 未來好幾集也不會有他 結果 下一集就有成員了 最近 威爺說要休息了嗎 威爺不是去的時候嗎 中標啦 他是中標 中標啦 他說 我注重健康 乖乖待在家沒有去書展 然後我中標 好奇怪啊 這就是人生啊 欸 書展 藍絲跟幼維去了書展 我們遇到了一個 真的打過 500場蓋亞 300場革命的聽眾 我以為300場蓋亞 500場神秘只是個迷因 結果居然有這種人存在 他自我介紹直接說 我蓋亞打了300場 那實在他是打10T 他沒有算線上 線上可能就幾千掌 你們是戴著口罩 然後你們講話 他認出來 應該是我們在那邊討論 我們說要不要買格猴 我覺得 我說冠廷高爾都會喜歡這款遊戲 因為他們都有講過這款遊戲 聽過了沒玩過 聽過沒玩過 對對對 你有提到名字 對 他就聽到這個名字 應該說 你是作為有辦法 說不定是高爾人 所以是在哪一攤遇到 山頂洞人吧 哦 對對對 他們有很多自製的遊戲 很好玩的 我之前有玩過 山頂洞人實驗室 他們的一款遊戲叫發明宅 宅 發明宅 明宅 發明宅的怪奇傑作吧 我記得 對他是一個 蠻有趣的工人 骰子擺放的遊戲 有 現場看到 等一下 survey一下 他說你有沒有講錯 工廠還是什麼 我沒有人攤位也講錯 我先查一下 是啦 山頂洞人沒錯啦 然後他又禮貌的說 雖然有一些我們講錯了 不過算了 對對對他說 他覺得我們在聊蓋亞的時候 有一些講不太好 嗯 300唱嘛 可以啦我覺得可以 但他還是說 很開心有這種 我們繼續更新的這個媒體 他說現在有的政策討論在左右的 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介紹左右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這一集應該 還是會講錯一些東西 虛心接受 OK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大西部之路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 那今天我們玩的是二版 就是最近 應該大家陸陸續續 都有收到貨了 中文版跟我還沒有出啊 好像是因為 中國限定還是這樣的 反正就是他delay了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一盒呢 本期節目 有鸚鵡 有鸚鵡贊助 好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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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鸚鵡 正常人來說應該都會等中文版 大家到貨之後再來錄這一集吧 但我們這一次新的活動的表單 依舊填標踴躍 我們被填到爆掉 其實只有十則啦 那個Typhoon只能填十個人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用 沒關係反正已經爆掉了 對 這遊戲好像也是菜鳥本命遊戲 所以我很期待 所以菜鳥已經打過500場了是嗎 不知道 好請菜鳥在我們留言下面 回一下你大家提到 我記得菜鳥是說 那個一版加上擴充 一路向北 是非常好玩的 對但因為新版的還沒有出擴充 我記得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是他金木第一名的遊戲 哦 他是2016年出的遊戲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社辦有一盒 對然後那時候 好像有玩一兩場吧 我現在那時候沒有擴充 就是對這遊戲的印象就是蠻輕鬆的 對 輕鬆 輕鬆 過了六年後再來玩這款遊戲 我覺得不輕鬆 好酷啊 可能是 過了六年我變成熟了 過了六年我變成熟了 你不覺得第一版跟第二版的封面設計 應該是第一版看起來很苦 然後第二版看起來很輕鬆 會嗎第一版看起來像西部槍戰 對啊就看起來很嚴肅啊 灰白的封面 可是其實這遊戲沒有槍 這個遊戲跟現在的美國不一樣 現在美國有槍 以前美國沒有槍 好和平時代 OK 但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我們真的在做的事 就是二版的封面 它是一個牛仔 然後騎在馬上面 騎馬套牛 對 比較符合這個遊戲的主旨啊 一版是不是有三個苦逼臉的人嗎 對 對對對 它看起來就很鐵路了 我就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苦命遊戲吧 應該感覺就是在挖礦鋪鐵路的一個遊戲 對對對對 一版看到那個封面我就沒有玩 我想說那時候我的朋友都很紅這個遊戲 在線上玩 然後看那個封面就看起來好硬喔 我想玩起來是蠻輕鬆的 一版的封面給了兩個印象 一個是看起來像西部槍戰 然後第二個是看起來像西部礦工 對 但都沒有錄像在遊戲內容裡面 對 它只是一個快樂甘牛遊戲 其實它鐵路元素沒有那麼多嘛 對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遊戲的設計師 Alexander Pfister 他好像也是我們菜鳥大大很喜歡的一個設計師吧 那設計過的遊戲是 香港大停電 大西部之路 馬拉開波 然後跟最近比較新的是 Bonfire 還有Cloud Edge 然後還有一款Boom Lake也是他的 但後面幾款我們比較沒有玩過 Boom Lake也是他的喔 對 Bonfire是那一款 Bonfire還沒開 還沒開過 喔 同一款 對 所以他很喜歡這種走路類型的遊戲 對啊 如果照我現在玩過的 馬拉開波跟大西部之路的話 他就是很喜歡這種 有一條路徑 然後讓玩家去走 然後走到終點 就會引發時間推進這樣子 然後再回再一圈 他喜歡跑操場 對他喜歡跑操場 哈哈哈哈哈哈 好剛剛講要跑操場 所以就是 這款遊戲其實就是我們 玩家噴池在美國的荒野上 我們是牛仔嘛 所以我們要 運牛 到市場去賣 嗯那時候有個大城市 堪薩斯城 但我們不只是賣牛 我們基本上還會建設整個美國平原 這個遊戲它是一個 讓你覺得從 評級到豐富的遊戲 你可以想像成 這遊戲上面有很多的格子 就跟大富翁一樣 它是有一圈一圈的感覺 嗯 但是一開始呢 格子很少 大概只有七八格而已 嗯 那隨著玩家的建設呢 這個格子就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路徑就會越來越長 然後每一次輪到玩家的時候呢 你一開始是最多四步嘛 走到你想要走的格子 去執行你的行動 那在這個路徑的終點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堪薩斯城 那到了堪薩斯城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手上的牛出售變現金 那一開始就是 整個平原就是一個高速公路 沒有幾個收費站 對 大家走幾步就到堪薩斯城了 但到最後呢 因為整個平原被建設起來 到處都是收費站 擁擠到不行 對 都塞車 好奇怪 兩回合就到堪薩斯城了 然後到後面就是可能 四五回合才會到 中間還要給別人四塊錢 對 就是有些朋友在表單裡面有回說 他很喜歡這遊戲的地方是 有點像大富翁 收費站的部分 就是在玩家建設的那個建築啊 有一些建築 他是會向過路的人收費的 對 好 楊楊說他很喜歡這遊戲 因為很像大富翁 嗯 他說第一次玩的時候 他覺得耳目一新 有大富翁的感覺 OK 我也講一句話 我們討厭這個遊戲 因為他很像大富翁 哈哈哈哈 你是大富翁的 反大富翁講句話 我當富翁黑特喔 好 所以遊戲的推進呢 是依照大家進堪薩之城的速度 嗯 就是只要進堪薩之城 遊戲可能就會推進個百分之五 之類的 嗯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想像的是 這遊戲的速度 會取決於玩家的策略 就是如果大家都瘋狂 跑到堪薩之城的話 那這遊戲就會非常快 在場可能只有我今天是第一次玩 然後呢我一個人還在慢慢的 在平原上走馬看花 然後這些人都可能已經 去看薩之城兩次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來講一下遊戲的機制 首先是 19世紀後期 德州已經有五千萬頭牛 哇 然後他們就想要把牛運到 就是美東 主要城市還是在東邊嘛 嗯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他們還特別有設置 牛道 就是給牛走的 還有牛鎮 就是因為走鎮很累嘛 所以就中間要蓋很多休息站 嗯 晴天鋼的感覺 嗯 然後南北戰爭之後 火車冷藏車廂發明 讓牛肉可以長時間運輸 而且保持新鮮 我剛才還想說 是讓牛吹冷氣嗎 哈哈哈哈 牛肉可以保存冷藏 所以他們就 吃牛肉的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當時就在德州這邊 就是要把所有西南部的 牧場養的牛全部趕到這邊 然後可能屠宰 然後再用火車運到東邊各大城市 吃這樣子 牛牛好吃 對 如果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有聽到這個設定 我應該就會多買幾桶 哈哈哈哈 那你就會輸得更差 哈哈哈哈 對 因為這樣就蓬勃發展嘛 所以就一堆人 來這個德州這邊 找工作這樣子 嗯 大家有玩過辟邪狂殺嗎 反正是 有一個支線任務也是 類似的就是 你要運牛 你要去跟中盤商 談判之類的 因為中盤商會收你的牛 今天在玩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到 運牛的那個過程 哦 對 然後牛一直跑掉 就一直很生氣 然後他說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有像 英國人嘛 然後一些東部 想要獨立的人 叛變的人啊 或是黑人 印第安人 所以就會有各種人來當牛仔 哦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正式正確吧 所以歷史上真的 就有各種人種的在做牛仔 牛仔這個工作 因為他們就是要處理 這麼幾千萬頭牛 OKOKOK 這個遊戲很特別的 就是一開始大家的米寶 它其實是有四個膚色的 可以讓你選 就跟現在的emoji一樣 像我就可能選一個黃種人的 就當印第安人的牛仔 印第安人是黃種人 是吧 有一個棒球隊好像叫什麼 紅人隊嗎 那是印第安人的意思 蛤 紅人啊 紅人龍人 那我那個算什麼 它不是紅的啊 它是黃的啊 那時候有黃種人嗎 有啊 很多外勞 外勞牛仔 原來我扮演的是外勞牛仔 我不是本地人牛仔 我是外勞牛仔 OK好 我們可以來講一下那個牛的機制 其實在這遊戲呢 其實不是走走路而已 它其實主要的核心應該是 Death Building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自己的排庫 然後排庫裡面都是牛 嗯 我們每個人一開始手上 就有一個default的一個set的牛 那這些牛就是由一些比較低階的牛種 所組成的 然後在遊戲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到一些城鎮裡面去買牛 然後你就可以買到比較高級的牛 數字比較大的牛 那這些牛有什麼用呢 就是每當你到了堪薩斯城之後呢 你就會出售你手中的牛卡 它的規則呢 是把你手上的牛的數字加起來 就是你所得到的錢 它有一個蠻有趣的設置是 因為我們的牛有不同的顏色 嗯 那只有不同顏色才算 如果是同色的話 就只會被算到一次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買不同顏色的牛 在你到堪薩斯的路程中間呢 你也必須要把你手上的牌 透過一些機制 比如說洗牌啊 或是器牌 去幫你手上 變成一個比較漂亮的一個卡 數字比較大的 對比較漂亮的手牌 那你駿堪薩斯城的時候 你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 嗯 我很喜歡這個遊戲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牛的部分 它其中有一種牛 你買了這個特殊種的牛之後呢 之後把它賣到堪薩斯之後呢 它就會長大 橘色的牛 這個是二版才有的 二版才有 一個選用規則 可以不夾也可以夾 對就一開始你買進來的時候 是一個瘦小的牛種 但你賣過兩輪之後 它就會變成 越吃越胖 對變成一隻氣球牛 覺得很讚 OK 寶可夢的感覺 對 買牛賣牛應該是這遊戲最核心的機制 剛剛講的是Deck Building嘛 那其實還有就是工人放置的部分 Deck Building算是一種路線 就算不玩牌庫還是可以 嗯 很多人是不買牛的 工人放置的部分就是 我們其實每一個城市站點 包含我們自己可以在這個平原上 建構我們自己的建築物 那這些所謂的建築物 都是你工人可以去踩 然後發動的一個功能點這樣子 好所以玩家回合這樣子 我們會有ABC上的行動 A就是走路 那其實我們是四人局 我們就可以走四步路 那剛剛說了嘛 就其實就是很好走 就是搜尾站都會蓋起來 然後到越晚期 你就走路就越痛苦 然後走完之後 如果你停到的地方 它是中立的格子屋的話 就可以執行建築物上面的效果 嗯 那如果是別人建築物的話 就是很爛的效果 所以遊戲過程中就是 你要想辦法 在每一輪進卡塔城之前呢 想辦法去做最有力的行動 嗯 我講完了 嗯 這遊戲超簡單啊 好 這遊戲 因為我是先玩馬拉開破 才來玩大西部制度的 所以這遊戲有一個 跟馬拉開破很像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牛仔會升級 就是說我們玩家的版圖上呢 有很多一開始是還沒有解鎖的 一些區塊 那隨著遊戲的進行呢 你可以把這些區塊解鎖 然後去提升你的能力 像是玩家的走路的速度 剛剛有想嘛 就是一開始要走路 那一開始只能走四步 那隨著你解鎖呢 你能夠走的步數呢 就會變多 步伐變大 對 或是說你的手牌的上限 因為剛剛有講到 你要進堪殺之城呢 你要先有一個好的手牌 那你的手牌上限越高 更有機會去湊到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Winning Hand 以及呢 在遊戲的過程中呢 我們還有三個是 需要去收集的東西 分別是我們的牛仔 跟我們的建築師跟工程師 他等於是一個 你的員工 因為我們就很像一個 家庭企業之類的 對所以 那如果你的牛仔比較多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比較好的效率去購買牛 好 那購買到的牛呢 他會像Death Building Game一樣 就是先放到氣牌堆 那等下一次你抽上手之後才可以使用 所以 他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那建築師會幫助你去 蓋更高級的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呢 他其實是我們每個玩家 他都是同樣的一套 一個set的一個建築物 對1到12 那1到12呢 都有AB兩面 那我們在遊戲的一開始呢 我們就會決定說 欸我們 就是這12片 各要玩A還是B 隨機配置 隨機配置 所以他就有2的12次方種 呃 所以是40 4096 對就 4096 哈哈哈哈 2的14方是1024嘛 對 4096 海鮮組合 好 就先排出小王子 所以一開始就會隨機出一個排序 所以大家就開始念一些密碼 呃 AAB AB BB ABA之類的 反正就是 對然後大家開始翻面 喔好好 喔好 對 那這12格呢 其實就是每一個遊戲 他不一樣的地方 那他也會影響到 這一場遊戲哪一個路線可能會稍微強 稍微弱 對 因為這個建築物呢 他其實很重要 例如說如果你都沒有跟牛相關的建築物 那這一場牛這個路線可能就 稍微弱勢一點 對就稍微弱勢一點 對就稍微弱勢一點 因為可能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買牛 或是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洗手牌 因為牛是很需要洗手牌的一個路線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提升遊戲可玩性的一個好方法啦 好 那第三個呢是工程師嘛 嗯 對 工程師其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東西 很多遊戲其實都會有爬塔吧 嗯 爬神廟 爬鬼之類的 那在大西部就是爬鐵鬼 嗯 嗯 蠻合理的吧 有點合理欸 物流能力啊 有點類似這種概念 他還可以登頂的 登頂有個好處 對對對 那在大西部制度呢 他的爬塔這個機制呢 格子蠻多的 總共有40個 那工程師呢 他就是可以幫助你增加你的爬鬼的速度 嗯 非常好 工程師是一個 穿著西裝微笑的黑人 有點像黑人壓高 沒有 沒有很像 沒有很像 因為我們 他跟火車有關嘛 我們一開始就叫他戰長 後來發現他根本不是戰長 他是工程師 他是蓋鐵路的 哪有人工程師 穿著西裝 戴個西裝帽的 西裝帽的 會不會當工程師啊 那 那再稍微講一下這個鐵櫃好了 這個爬鬼有兩個很酷的地方啦 一個是他有一個跳騎機制 好像是蠻少在爬塔遊戲有看到的 對對對 這跳騎很棒耶 我想一下其他有什麼遊戲有 我只想得到Fresco的分數 Fresco分數是這樣 但是他是要剛好踩在他的頭上 才能夠加一件音樂 對對對 對 因為在這個爬塔遊戲裡面 大家知道爬塔遊戲其實爬一格就 差蠻多的嘛 你可能要花一些資源才能夠去爬塔 但是在大西部制度裡面呢 他的爬塔是可以跳的 就是說假設你現在從零你走了三步 例如說一號有人的話呢 你就會跳過這個一號 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會變成二 嗯 你是從零直接到四 對你是從零直接到四 你就等於蹭了對方一步 啊如果這時候四上面還有一個人的話 你就蹭到五 對 你就蹭了兩步 對 所以這很容易這樣 大家都差不多時間爬塔 但是你比較後面的話 你就會得到比較多的好處 你會有個誘因去爬塔 對 你本來可能本來不想走 但是我可以免費走三步耶 我走一下好了 對啊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不會差那麼多 就像我剛剛最後衝起來 我剛剛是最後開始發火車的 請問你踩誰的實體上去 沒有 我好像玩錯了 我剛剛好像都沒有踩人家 你看我剛剛跑出去 哈哈哈哈 我剛剛想想 欸我好像怎麼都沒有 我明明是最晚發動的啊 我最後第二名火車開到第二名 為什麼我都沒有踩到人家的頭 應該有我啦 有啦你有踩我 有啦 我記得我中間跟冠婷就是 互相踩來踩去 對我們互稱 就是像小朋友在玩那個跳高 跳高 我今天跳過你 我在蹲低你在讓我跳過 我又跳過你了 然後你又跳過我跳 這是搬過去的 對因為你蹭過別人之後 別人又可以再來蹭你 對對對 哇相扶相承 所以算40格看起來很長很遠 可是我們四個人這樣蹭來蹭去 其實 就是 黃云福帶舒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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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大男人在那邊蹭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爬起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第二個是爬塔 有一個蠻有趣的地方是 這一條鐵軌啊 它中間沿路都會有很多停靠站 F1賽車的那種修車站 對那火車上那些站上面 都會有一片得分沙拉 嗯 對那當你今天就是在軌道上進站的話呢 你就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個工作人員 一個員工 你去幫我拿沙拉進來 我要吃沙拉 哈哈哈哈 你沒看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這應該是像半折指數一樣被調到什麼 分公司之類的 你今天就是站長 你不要跟回來了 所以不是我拿這個員工 那個黑人換沙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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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男士感覺就有點歧視 他都把他的黑人員工賣掉 派去拿沙拉 我覺得你有歧視 歧視問題 這個遊戲設計起來就是讓黑人去拿沙拉 哈哈哈哈 是不是設計成功 有沒有以為這個遊戲是把它設計的沒有歧視 原來他是把它設計成可以有歧視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有一個誘引把 雇用一個黑人工程師 他都會有一個利己的好處 然後你今天如果把黑人工程師開除了 好賣掉 然後再拿新的 嗯 不要用賣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技哈 技哈 技哈都說不能用master 我靠原來是這樣子啊 對啊 就是把master改成man啊 那個祖蟲 原來是因為起訴 你現在開一個report 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你先改 我覺得超煩的 你那個祖蟲關 祖蟲模式你也不能用祖蟲 對你也不能用祖蟲 你也不能用祖蟲是關係啊 歡迎來到工程版本 不能說這個是努力這個是master 好這個技哈 我們現在是在拍一個影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跟大家講討論討論 ok ok 你也不知道這個遊戲 這個設定是發生在哪輩子 戰爭前還是哪輩子後嗎 哪輩子後吧 喔是喔 他只有講是nice century啊 可是有鐵路欸 喔好 太平洋鐵路是 如果從鐵路來看的話 對 就ok了解 喔總之 進戰呢 是大家都可以進戰的 大家都可以在那邊 就是打卡拍照 可是只有一個人 可以當那個戰的戰長 嗯 對然後戰長可以拿沙拉 跟一些好處 對他有一次性的好處 對 下面的地址分的德本沙拉 嗯 但我覺得這是有點犧牲 因為犧牲一個人 在前期就差蠻多的 嗯對 其實這有點像是那個 有些爬塔遊戲 爬到頂的時候 會給你一個沙拉 像那個蓋牙 爬到頂會有一個好處 可是這遊戲是 在沿路上都會有好處 我覺得他很像那種爬到一半 會給你魔力那種感覺 對對對 嗯 這個鐵路爬到頂 也有爬到頂的好處 嗯 爬到越後面你可以放的圓片 那分數越高 像最後一格就是 你三塊錢就可以換九分 哦 那你前面就是可能八塊錢換五分 嗯 就差很多 然後爬到最後一格的時候 他還會送你三塊錢 然後你可以退到 任何你想退的一個點 你之前可能錯過那個點 火車倒退路 天冷嗎 對天冷直接倒退到 20年前 直接離一起 人家就是回程而已 就是要天冷 難道捷運往反方向開就天冷 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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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以前沒有雙 頭火車吧 還是可以調頭吧 哈哈哈哈 以前的火車 你知道嗎 19世紀火車全部都是開到底 就會消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浪費喔 難怪а那麽嚴重 哈哈哈哈哈哈 火車本來就前後都可以開吧 哈哈 哈哈 你不覺得那個高鐵怎麼都是火車 它都是前後頭火車頭 以前就不會兩頭都有啦 為什麼要抗火車火車站長啊 以前沒有吧 有在兩頭火車 我覺得火車頭是可以拆裝的 你到底有時候讓火車拆下來 放到尾巴就好 沒有啊就是以前那種火車站 他們底站或他們大站有那種旋轉的 整個軌道它就一直上去 它是整個旋轉 然後就可以換掉頭 所以它的那個掉頭 就是在最尾站才有 好 作者謝謝你 他只是不想要畫一個圈圈而已 好我們進行開大市場之後咧 不過剛剛說的賣牛之外 基本上其實我們會隨機開出 它上面有編號 就是一號二號三號 那一號都是天災 跟盜賊 然後二號都是僱傭的員工 然後三號可能是兩者都會有 所以我可能就會選一個盜賊 放到版圖上 然後再選兩個員工 放到我們的 就業市場 就業市場 不然不然就業市場 好吧你講錯這個 好吧對就業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動性 因為你會放天災 你就會想辦法去看這個地圖做互動 對 然後這個地圖可以互動之後 就可以會影響到別人走路的方向 剛剛所謂的天災就是 可能它會影響到走某一條路的人 他要多花錢 能動 然後才能通過那條路這樣子 對 然後雇用員工其實也是一個 跟別人互動的方式 因為我們就業市場是 一個有限的資源 它有一個指標 是告訴你說 未來的市場會長這樣 可是你不能買未來市場的東西 你要等那個指標下去之後 也就是時間推進了之後 未來市場才會變成現在的市場 你才可以買它 其實有點可以定價的感覺 比如說你有選擇權 你可能選擇這個工程師 要賣的特別貴 你就把它放到比較貴的那一列 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是決定了 未來市場的定價 對 這個市場大家共同決定出來的 嗯 我不走這個流派 我不買工程師 那我工程師就把它 放在四塊那裡 或是都不出來 對啊 或是像 就是你看到有人他很想要建築師 就把建築師訂在最貴的那個 嗯 我覺得這個互動其實蠻有趣的 有點隱晦 可是很有趣 嗯 對對對 有點像是規劃的互動 嗯 不像是馬上立即的互動 不是馬上卡你這樣 對對對 這個互動是跟你前幾個回合 再跟你互動 嗯 天哪 天哪 剛剛好像沒有講到盜賊 就是我們在地圖上走來走去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東西是 專門拿來卡你的 一個是剛剛講到的天災 天災 對 天災就是有些小路 你走上去的時候你就要付給銀行錢 對 那盜賊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大平原上有個Red Rock 上面布滿了盜賊 是一個盜賊的山賊城鎮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山賊很酷欸 山賊他一開始是在山上 那山上可以容納三個山賊 嗯 如果第四個山賊出來的話 山上就沒位子了 他就只能跑到路上就搶劫了 所以 山賊也有住房壓力 他有蛋黃區 蛋白區 新來的只能去蛋殼區 嗯 然後蛋殼區還比較容易被殺掉 那遊戲裡面呢 有一些動作可以讓你剿匪 我們都說剿匪 剿匪 出城剿匪 好中二好中二 這邊沒有人沒看過浪子彈飛吧 張馬子 我沒看過 你還沒看過 你還沒看過 對不起 難怪你都沒什麼共鳴 那剿匪呢 就是會把道路上的盜賊清掉 然後你還可以拿他的頭去拿賞金 對 這是這遊戲最像西部 西部 西部的地方 就是選賞 那 這個遊戲基本上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還有一些任務目標 嗯 像我的目標就是要剿匪 匪還有分 orange bonus匪 跟 grid bonus匪 沒有 bonus啊 沒有 bonus 有 bonus嗎 我分紅匪跟綠匪 他們是不同的黨派 就跟那個魔獸世界會有那個 迪亞哥邦跟那個 你講話又在中國了 紅匪綠匪 到底是哪個匪 對 那我可能我某一個任務就是要紅匪綠匪 對 才可以算分 喔沒有是菊匪欸 對 是菊匪 不是紅匪 是菊匪 跟那個宋貝貝講一下 我沒有針對你 好 黃珊珊 然後天災的話呢 他就是殺掉是可以拿分數的 嗯 那就是一些障礙物這樣 嗯 所以就像剛剛藍絲講的一樣 這個放天災放盜賊 其實也是一種互動 嗯 比如說你覺得 幼綠那個建築物太北藍了 你就可以在他的建築物前面放一些盜賊 或是放一些天災 對 然後讓他進去的成本變高 對 或是讓大家更不想進去 因為進去可能會給幼綠過路費這樣子 因為天災甚至也還算部數 嗯 所以像是可能我之前有算 哇 我剛剛好就可以 幾步就可以到堪薩斯城 然後可能藍絲就突然間 在某一條道路上面放了一個天災 然後我就啊 我就浪費一步 我就被打斷了 少回一次成這樣子 越講越像大富翁斯 呵呵呵呵 越講越興奮 是誰說他大富翁斯會很棒的人 對是那個 烏龜卡 讓別人做 別人做 詛咒骰子 詛咒骰子 原本可以走 兩步都到了 要花三步 還要付錢欸 這比那個烏龜仔還值得 嗯 真的 嗯 那講最後一個東西就是 在進堪薩斯城的最後一個步驟呢 版圖上面有寫一些城市啊 就是從堪薩斯到紐約 嗯 一系列的城市這樣 中間我只看得懂 Chicago 呵呵呵呵 還有順路 好反正就是 呃這些城市的訂單呢 他有點奇怪 就是你只能賣去那個城市一次 就是你只能打一次卡 他其實有一個很像 騎討卡的機制 就是他要push你越來越好 就是在最爛的那一格 嗯 叫堪薩斯 嗯 那在上面放你的訂單的話 你會被扣六分 但你會拿四塊 那這四塊是廢物 為什麼嘛 你知道嗎 因為本地人都笑你 大家都把雲牛 這個人 你把雲你 你過十年還在堪薩斯 你把牛賣在一個輸出口 你不然白痴 就是同業說 我今天又把我的牛送到屏洞 啊你把他拿去 我把他拿到台北 哈哈哈哈 你說 就像當兵的時候 當十年還沒 還是上屏洞 但是訂單都已經跑到那麼遠去了 對 因為你其他城市都只能放一次 而且你放到越東岸的城市 你就需要更多的牛 的數字 你要有更高品質的牛 所以如果你的牛的品質 都沒有上升的話 那你就會被迫扣分 嗯 我覺得他有點像騎討卡 被削 對 就被削 只你聲望就不好 嗯 合理 對 我被扣了九分 對 我也被扣了六分 其實這遊戲是蠻難的 我覺得他是超級騎討卡 六分 六分超痛的 超級痛的 吃一次大概就隔屁了 這個懲罰 我放的時候 我好像沒有意識到那六分 他其實就是一個 獎賞跟懲罰 但是如果你很厲害 你放到最後一個城市 你放到紐約的話 他就有一個九分的獎 而且我剛剛有算了一下 這個每個人進程的數量 大概都是六七四 所以如果你沒有進步到 八點十點的話 你一定會放到零 嗯 你一生中 一定至少會進五到八次 我剛上了一下 嗯 對 沒辦法 我進不了紐約 來得及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剛剛聽下來呢 這個大西部製度 聽起來是一個 很多元素的遊戲吧 嗯 因為有爬塔 還要去城市打卡 然後還要走路 還要買牛 然後這個推櫃 還會拿那個 打分叉 對 然後你要蓋建築物 大部分就是 會讓你有更強的行動 讓你下一輪可以採 嗯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凱律師 有點像凱律師 因為你蓋的建築物 你可以自己選 它是什麼樣的能力 它不用依照順序蓋下來 就是 但是跟你建築師的等級有關 但是你可以選擇 你未來會用的 所以它也是一個未來投資 嗯 就是你下一輪在跑操場的時候 你中間就多一個金幣可以吃 對對對 可是凱律師都是蓋給別人採 真的 對啊 凱律師是別人可以用 這個遊戲的建築物 是只能一隻游泳的 其他人來 只能做個超級爛的小動作而已 其他人蓋都是來卡那個路的 基本上就是 除非一種莫不其妙的狀況 不然你不太會 去採別人家的地這樣 對 除非你真的走不動 對啊 太累了 而且這個建築物很爽 剛剛又我也是可以 一回合做了四個建築物 對 那如果那個建築物 有送你的人在走一棟的話 那你下一棟的建築物 就可以再出發 對 然後出發之後 它就送你一個走路的行動 你又再出發 一條龍 一條龍行業 每次看到宥偉就走走走走 每次看到宥偉 就是走到那一段 我就開始跑到手機 哈哈哈哈 我動很快齁 是 那個是那個什麼 機場的那個扶梯 哈哈 會自己動這樣 嗯 OK 好 那我們大西部之路的遊戲介紹 就上集就到這裡 然後想知道我怎麼批評這個遊戲 他覺得一版跟二版的差別 那可以給這位聽眾叫 Omnigio 這位聽眾去參考 所以我們直接超連結過去 我們不回答 我們直接不回答 我們直接超連結 我們直接趁連 哈哈哈哈 只有冠廷玩過一版 對 但是我也不太記得 他在國中的時候玩 我 沒有 那是割火冒險隊 我國中是2016 OK 好 那其實今天玩之前 我在BGG上面 也有看到一篇很詳細的 一版跟二版的那個 差異的文章 那我們也一併附在下面 好 那給這位聽眾去參考 嗯 你是不是沒有看那篇文章 你是看標題 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標題吧 很詳細的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 裡面有什麼 你知道 裡面看就兩張圖 一版跟二版封面 哈哈 你知道現在Facebook 有一個新功能嗎 就是如果你你分享一個連結 但是你沒有點進去那個連結 他就會跟你說 你沒有點進去 你沒 確定你要分享嗎 我 靠超厲害的 這呼應我們上一集 你沒有打三百場 你還想分享 你標題黨你還敢分享 哈哈哈哈 那你還可以分享嗎 可以可以分享 可是他會給你一個 Are you sure 這樣 OK 嗯 好 謝謝祖克伯分享 對抗假消息的方式 就是多一個Alert 嗯 好 有一位聽眾說 沒有署名 沒有硬要政治正確的話 代入感更好 這個這個病在我待會 我自己個人一起講好了 好 那 楊楊說 玩過一次 覺得耳目一新 很有大富翁的感覺 剛回應過了 好 嗯 高爾不喜歡大富翁 對 高爾沒有不喜歡楊楊 他不喜歡大富翁 哈哈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配注 我覺得第一次玩真的很輕鬆 很像大富翁 鷹無教學的時候也這樣說 就大富翁 不用骰骰子的大富翁 真的 但越玩越多次就覺得 旁邊的人都是網吧 哈哈 這也是一個越來越痛苦的 因為一開始大家玩大富翁 可能還不會蓋房子 嗯 就不會付他的過路費 幹 這個遊戲有一個超級北蘭的那個 十字路口 嗯 就在第一個彎到那邊 那邊超容易過的 所以 現在只要有手腳 他第一棟就可能會去蓋那邊 嗯 那個手腳 哈哈 你說一轉彎 然後三塊錢就噴出去 哈哈 仇恨值超高的 我是藝術小子嗎 哈哈 我是在這個 紅燈之前 先跟你收錢 然後你一過彎之後 我就再把那邊說 為什麼警察可以在 我轉彎跟轉彎錢 都會轉到警察在哪裡 哈哈 現在喊出來 這是一種不平衡嗎 得 彎道收費站 得天下 哈哈 其實 其實真的沒有影響那麼大 但是你心情很不好 對 KIMOG也很差 每次都一直付錢 付到最後都麻痺了 好 拿去 拿去 拿去蠻牛 好 然後 楊楊又說 走路的過路費真的超煩 對 真的超煩 真的超煩 我們剛剛想過了 等一下 楊楊是說喜歡大風 對 但他又說走路的過路費超煩 他喜歡那種體股味吧 他喜歡沒有過路費的大風 煩就好玩 沒有過路費的大風是什麼 跑超廠 所以楊楊喜歡跑超廠 好我懂 好 我第一次玩的是牛流 就是收集牛的流派 聽完規則之後 我覺得 就是最直覺要走的牛派 對 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我們是牛仔 對 我覺得牛仔真的很直覺 嗯 比起其他兩個的話 可是我玩兩次都輸 你沒有好好玩 我 我有 你買多汗工程師 為什麼玩牛牛要用工程師 我說多汗 為什麼你買那麼多工程師 還好吧 請問你的牛有超過四個嗎 你說牛仔 對 曾經有啊 曾經有超過三個 你的牛仔沒有六個 就不算吃完牛 半掉 好坎坷 好嚴格 好然後 豬頭大大跟我們分享了一個 大西部之二版想法的部落格文章 好謝謝 我們回覆在下面的留言 你寫得很好 我有看完 真的啦 我相信 你覺得你要分享這邊文章嗎 你現在 你現在 其實SB給我看 我真的有看完 如果沒有在警告 我相信 沒有在警告我就相信你 真的 豬頭大大要相信我 好 然後蝴蝶說 搶匪的錢變多 加上中地格子的位置的微調呢 相對容易清空 給風險路線發揮空間 好 就是一版跟二版的差異 其中一個呢 是 我從豬頭大大的文章裡面看到的 好 就是呢 你繳匪你會拿到錢 然後他平常會擋你的路 的那個搶匪 他的錢是比一版還要多的 嗯 因為原本一版的時候 好像前幾格其實是扣錢 他不是給你token 所以你去山上繳匪還要付錢 對 付錢去山上繳匪 所以你繳匪的動機 可能就只是為了解任務 對 然後三下的是從一開始 我們二版三下是從三開始 欸 那超虧 好虧哦 因為我這一場 我覺得繳匪交的蠻開心的 對 我覺得繳匪是一個 讓我們大家開心的方法 嗯 我第一次玩大家就開心 看到這個有八塊錢繳匪 哇 六塊錢八塊錢 每個人都繳一下匪 對啊 就可以拿錢 而且繳匪蠻爽的 一趟就會有很多錢 對 因為我們前期自己拿不到錢 我們就一直去 有點拿著想像 我們一直跟三折要錢 那其實一版感覺很苦 但比較符合這個主題 是嗎 好 然後有一位沒有署名的朋友 他說 卡牌運氣有時候會影響整個結果 在BGA上曾經試過 因為對手運氣不好而贏了對手 但是呢 這個對手其實是 BGA上分數超過400的玩家 所以實力好 也可能因為運氣而影響結果 嗯 不可控啊 嗯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提到這個部分 好 好 那第二點是收納很爛 裝了牌套就沒有辦法裝下去 相比第一版平衡性調得非常好 這個收納真的爛到爆欸 真的假的 我跟你說 我剛剛沒要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 一二三袋的袋子嗎 嗯 如果你把他放在袋子裡 你收不進遊戲盒裡 你一定要把他拿出來 然後放到他該有的地方 烏鑊盒子有出嗎 有有有 但是聽吳說他等擴充再一起買 哦好好 烏鑊盒子可以業配給我們 然後是 再來是我們的老朋友 JN 他說 不算是策略玩家 也對西部主題沒有太大興趣的我 但這跟西部電影應該完全沒有關係吧 在一次試玩會中玩到了大西部之路的一版 雖然遊戲輸了 但是被其中的有趣機制 思考深度和多樣化的得分路線深深的吸引了 會想入手二版和朋友同樂推坑 對他他其實 我覺得他是一種 規則講起來蠻簡單的 高尾應該也是20分鐘就學會了 嗯 我覺得 不算難 但 但是 越玩越多場發現他的策略蠻多的 嗯 對啊 難怪他的排名這麼高 他排名是不是 有策略前十名 十三 十三哦 十三策略十一 策略十一很高 你有沒有想說這個輕度這麼輕 結果 竟然可以在策略的前十五名 很厲害 那我覺得他選擇很多 就是 策略的選擇 跟你可以做的事情 都很多的 不會比奧丁多 其實我覺得 不能說真的輕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人家懶的是在規劃 看他可以講 然後再來是 桌遊界YouTuber第一把交椅 桌遊界YouTuber 人中之龍 肥龍 大大的留言 他的名字這麼長嗎 沒有 他只有留肥龍 前面是我給他的槍號 前面是我給他的槍號 我們沒有在誇他的 是他自己打成這樣子 他自己打成這樣子 沒有啦 前面是我自己加的 肥龍大大 他說 他說 厚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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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那名字比他那名 厚聖 而且還要藏五倍嘛 沒有 是因為我唸不好 他說 厚聖 收費贈 看人 痛苦 超讚 我知道 肥龍也是一個混亂邪惡 你們其實很久以前就有跟我交手吧 有有 我們以前我在東桌遊玩過幾次左右 哦 是肥龍嗎 對肥龍笨人 好 認錯人的是你嗎 認錯人是我 我以為藍人是一個團體 哈哈 這就是肥龍 你敢在一起 這個故事好像可以趁下來講一下 我講過了法 沒有嗎 講過吧 我記得以前有講過 沒有啦 老人真講過 哈哈哈 我們還有講過嗎 那未來就是我們要錄的這一集之前 我們都會把這個表單附在我們的FB上面 那大家對這個遊戲有什麼樣的心得分享 那就可以來留言 可以跟我們一起互動 就是以前的留言是事後互動 現在是我們事前就先互動 沒錯 然後事後還是可以繼續互動 好 很棒 前後都互動 好 前戲跟後戲 好 那今天這一集都到這邊哦 好 我們禮拜四見 拜拜 好